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今天过来山里 你们猜我这里发现了什么 很多野果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就在前面的这个树上 这里 好多像甜瓜一样的东西 看这里有一树 这种就像瓜一样的 看 是不是很像 瓜一样 特别利用人 但是这种瓜不可以直接吃的 它是瓜楼 它是属于 摩洛克厂长的植物 那这种瓜楼它 根块比较背后 它的果是圆形 这个果是圆形 它的果是成熟了之后 就是黄色的鱼色 里面有 朵朗的朵朗 它里面有很多种枝 它的种枝是扁圆形 它的花季是六到八月 我季是九到十月 看这种成熟的果汁 是橘黄色 这是橘红色 这是一种忧应价值很高的植物 现在 把这种粘下来 来 接了这么多 虽然很诱人 但不可以直接吃的 像这种瓜楼 它的全身都可以露药 它的刮皮 第一 有清肺发弹的作用 它的根块也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降血脂 也降肤色的作用 但这个种子 它草脱是特别的小 有吃不美 健胃 它对糖尿病也有很好的作用 但这个种子 肥买几十块钱一斤的 特别的小 像这种瓜楼 现在有很多零工种植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可以说这种瓜楼 它的全身都是宝 看到这些的视频 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那么多快 再次全部的 我们下几十分钟 有点几十分钟 几十分钟 非常有点几十分钟 充分